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1886年的5月1号 美国两万个企业的35万名劳动 停工把握 他们都涌到了大街上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示威什么呢 他们向政府示威 要求改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 他们要求每天只工作8小时 而且他们唱着8小时之歌 说实在于是这样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已经厌倦了 每天白白的辛劳 才只能挣到这么一点糊口的工钱 我们要每天工作8小时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 我们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 我们要稳稳花香 我们要晒晒太阳 因为我们相信 上帝只让我们工作8小时 我们从船务 车间 工厂 召集了我们的队伍 我们争取 8小时工作 8小时休息 另外的8小时 留给我们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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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